日本景里11月对华出口归零 景里业者失去了最大的客户 日本能力水产省称景里属于养殖观赏鱼 希望中国可以恢复进口 日本景里作为观赏鱼 在国际市场颇有人气 2022年日本景里出口额为63亿日元 其中中国名列第一 约占全部出口额的两成 而日本唯一一家或中方授权的景里简易机构 10月底授权期限到期 为获中方重新授权 近日11月 日本景里已无法对华出口 日本业者失去最大客户深感困惑 日本农林水产巷公下一郎此前表示 景里属于养殖类观赏鱼 不应归入中方全面暂停的水产品 希望中方给予豁免恢复进口 对此中国国交部发言人此前重申 中国反对日本核温水排海的立场 有关景里发言人称 中国并没有发布暂停进口的有关文件 荒卫视虎月日本东京报导